在今年下半年,中国东北部的经济呈现了稳定发展的趋势。 中国国家发改委总秘书长李铺敏表示,根据相关数据显示, 在中国东北三省经历上半年的经济下滑之后, 辽宁、吉林和黑龙将下半年的经济分别同比增长0.7%,0.3%和0.3%。 上半年,工业产折、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已出现小幅回升, 这意味着东北三省的整个经济正在不断好转。 截至7月,139项项目中已有大部分已竣工,累计投资总额5676亿元人民币。 李铺敏还说到,国家发改委和其他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起草研究一项新的政策文件, 该文件就如何全面增进东北老工业区将给出具体详细的方案。